4月15日 母亲节当天 刘丹出席某活动 拒绝提及前儿戏杨幂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最搞没透露 母亲节当天 刘丹一共提到了三位女性 分别是自己的妈妈 妻子以及九岁孙女小糯米 刘丹坦言 自己不善表达爱意 我是山东人 比较大男人一点 每每想亲母亲 都觉得很后悔 当记者问母亲节小糯米 有没有说想念妈妈 与杨幂有没有视频通话 刘丹则表示 关于我家里的事 不想在这里多说 妹子有网友调侃 杨幂都离婚五年了 刘丹终于不说她了 希望继续保持吧 党媒不带杨幂 似乎就没有热度 刘丹都表示不想谈了 还写个新闻出来 杨幂看到后 或许也很无欲 由此可见 即使杨幂单身了 也要与刘凯威捆绑一辈子 此前 刘凯威与李小峰恋情曝光后 刘丹表示 对李小峰非常满意 这些年 杨幂一直都在拍戏 很少回香港看女儿 主持人曾问杨幂 多久去看一次女儿 杨幂则无奈地表示 我真的不能说 如今刘丹具体杨幂 对此 你怎么看呢